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加东事件2024年6月26号星期三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6月25号宣布 没错 华春莹还没有从外交部新闻司卸任呢 我们最近的节目有几次提到她 华春莹在6月25号宣布 和平共处武将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 会在6月28号 与北京举行 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 所以关键词是习近平会出席 而且会发表重要讲话 那习近平到底有什么重要讯息 要通过这个场合来传达呢 今天还要谈到一个话题 是美国可能已经向中共正式召会抗议 表态有可能介入南海中非冲突 习的讲话可能与中美最新冲突有关 我们还是得先从和平共处武向原则讲起 他是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来谈判 领土纠纷的印度代表团的时候提出来的 那这五项原则分别就是 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 和平共处 最开始的版本和今天我们看到的 有一点措辞的不一样 比如一开始说的是 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 还没有包括完整两个字 还有一开始说的是 和平互惠也不是互利 1954年周恩来分别访问印度和缅甸 那这五条原则呢就得到了 这两国政府的正式背书 几经修改措辞以后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 1954年6月28日 中印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当中 就完整的包括了这五条 所以就把1954年6月28日 中印总理联合声明又被称之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声明 所发表的日期 作为它的纪念日了 那这个纪念活动呢是每10年搞一回 往前推10年2014年 习近平也在纪念大会上 发表过一篇长篇讲话 再往前10年2004年 是温家宝主持大会 并且发表了一篇短篇讲话 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还有纪念大会 它的由来就是这样 尽管习近平的讲话 要到6月28号才会揭晓 但是外交部这个提前预告呢 显得阵仗是很大 说习总发表的是重要讲话 咱们这个节目的特点 就是万事回头看 找 之前的先例对比 有了对比 有了参照 你就能够看出门道 10年以前 2014年的6月21号 在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纪念60周年大会之前 外交部呢也发过一番预告 当年的措辞是这么说的 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8日的纪念大会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出席29日的纪念招待会 所以我们对比这两篇预告你就能够看出一些变化 2014年正是习近平推出他那个一带一路大战略刚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 当成了他推销一带一路的重要场合 其实当年的活动规模也确实比今天大 缅甸总统吴登胜 和当时的印度副总统安萨里都被邀请来了 因为这两个国家是1954年 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的背书国嘛 可是你看转眼十年过去了 今年是70周年 当年两个最重要的背书国 却在今年外交部的预告当中不见了踪影 我想也许印度缅甸这两个国家会派驻京大使出席 也许会派别的官员出席 但如果是总统和副总统这一级的国家领导人要来捧场 那怎么着都得提前 两国政府有预告吧 但是还没有 在十年前中共外交部的预告当中 你再来看措辞 说的是习近平 只是会出席纪念大会 可见当年的习近平还比较谦虚 而现在谱就比较大了 就提前预告出来要发表重要讲话 那看来习近平会在会上再一次为人类指明方向 可是你看一看台下呢 却没有外国元首认真聆听 拿小本本记笔记 那习总这个指明方向指明的多寂寞呢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今年氛围的第一个变化 就是习近平的谱是越来越大 可是实际上却越来越孤单 如果再延伸对比一下 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它其实是1950年代中共为了结交 刚刚独立出来的前殖民地国家所提出的 是想趁着老牌殖民国家势力萎缩的时候另建朋友圈 所以那个时候肯定要说我支持你们独立自主 我肯定和你们和平共处 我肯定不会输出殖民主义 咱们都是互利往来 以这样的姿态来拉拢那些刚从 殖民地状态独立出来的国家 所以那个时候还得到了不少的捧场和欢迎 可是你看今天当年赞相胜举的这些朋友们 是心各一方 中印和中缅其实是有漫长边界线的邻国 可是内心今天却隔着万水千山 中印关系已经好多年不对付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说了 其实中缅关系也非常的不好 可能有的朋友有点奇怪 中国和缅甸军政府的关系不是很亲近吗 这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 一点也不亲近 为什么呢 根本原因在于 中共是想通过缅甸 开辟通往印度洋的通道 但是苦于缅甸国内局势动荡 你别看缅甸军政府挂了一个军政的头衔 听起来是横横歪歪的 这个military power是不可挑衅的 但其实缅甸军政府是没有办法控制缅甸全境的 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 一直就有它管不了的地方武装 一度呢缅甸军政府 是通过缅甫并用的方法 既派兵镇压也收编 地方武装 一度是控制住了缅甸的绝大部分国土 但是近年来反而有中央集权衰落的倾向 中共要投资缅甸 就要求自己的资产安全 他就很烦这个事 所以中共是希望缅甸有一个执行力百分百的中央政府的 那当昂山苏季2015年 他所领导的民主联盟赢得了在缅甸的议会选举之后 中共是很高兴的 中共是希望缅甸有一个 有全国代表性的 稳定的政府的 所以他和昂山苏季的往来是挺热络的 因此和很多中国人想的不一样的是 北京对于缅甸的民主化其实他还是挺乐意的 只要这个民主化以后的缅甸在他面前继续软弱 不会反过来影响他就行 昂山苏季从2016年开始掌权 4年时间内和习近平见了7次面 最近一次就是在缅甸政变之前一年的2020年 所以他去北京串门比军政府的头都还勤快 而北京接待昂山苏季也比对缅甸军政府的将军们更热情 那这事当然让闽昂来大将他们相当不爽了 中缅其实在2018年就签署了 价值多达数十亿美元的合作备忘录 当时是昂山苏季所领导的政府 结果你看2021年缅甸就发生军事政变 军方又把昂山苏季政府给颠覆了 那这下就乱套了 就轮到北京不爽了 缅甸这边经过了好几年的渐进民主化之后 军政府再复辟 其实他也回不到几十年前的那种控制力了 于是缅甸内部少数民族的武装叛乱再起 而且昂山所领导的政党也化整为零 因为议会斗争失败了 受到镇压 所以也下乡打游击去了 转向武装斗争了 而缅甸政府军是出奇的怂 一再遇错 不断吃败仗 搞得灰头土脸 所以现在缅甸军政府对全境的控制力大大衰落了 那请问中共怎么办呢 它本来想扶持昂山 结果昂山被颠覆了 想转过头来再扶持缅甸军政府呢 你看军政府也怂了 于是中共就在继续结交缅甸军政府的同时 开始走第三条路 什么呢 就是在缅甸的地方武装当中 发展自己的代理人 去扶持听自己话的军阀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去年年底发生的那一幕 所谓打击缅北电炸的行动 大伙看那个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 还有什么德昂民族解放军 突然间从山沟里钻出来 突然间鸟枪换炮 什么无人机 迫击炮 还有九五式步枪要啥有啥 弹药充足 而且通讯和导航也是全面升级 去进攻果敢 一度把缅甸政府军打得满地找牙 据说这些物资和武器是叛军在山沟里捡到的 什么树上挂长枪 地理掌子弹 那不是瞎扯吗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支叛军就是得到了 北京全面支持的 目的是在中缅边境地区 扶持自己可以控制的军阀 我们之前在一期节目当中分析过背后的原因 那你说发生了这种事情 那缅甸军政府的首脑闽南来大将他们能高兴吗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 包括了互不干涉内政 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 你都在别国境内扶持军阀了 那肯定是深度卷入别国的内政 那哪来缅甸的主权完整呢 还哪来的和平共处呢 所以大家一点不用奇怪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年最早的背书国之一 缅甸为什么 今年没有来捧场的积极性 这就导致了习近平要发表重要讲话指明方向 就指了个寂寞 这个寂寞这个事儿 你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你看刚刚开的乌克兰和平国际峰会 大约一百个国家出席 灌溉如云 您在这儿 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连当年的 最早背书国都不来捧场 这事儿伤害性不大 武武性极强 当然我相信 外交部门也会积极努力 挽救习近平的面子 不会 搞成一个真的空空荡荡的会场 肯定还是会 拉来一些人填满座位的 比如各国驻京使节 还有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官员等等 缅甸毕竟小国嘛 而且人穷至短 会不会最后一刻也有一个 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出席呢 也未可知 至于印度是别想了 那对比前后十年 外交部为这个纪念大会所发的预告 还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2014年 总理所扮演的角色 那一回呢是李克强要出席 纪念招待会的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总理在重大的外交场合 还是有和总书记平起平坐的地位的 至于再早十年 2004年 那个纪念大会 发表讲话的就是温家宝 那更加是 总理掌舵外交的时代 而你看今天 只有习近平 总理从这个预告当中消失了 中共外交确实是进入了 一个人独角戏的时代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也是李强被下架的一个表现吧 那咱们谈到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也来说一下它本身的实践过程 是怎么落地的 有什么结果 这也挺有意思的 它是诞生于1953年至1954年 你听听 互相尊重 领土和主权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每一条听起来 都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多美好啊 结果你看看 中印总理联合声明1954年签的吧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就开打了 另外 中国大陆还很少人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1960年中共解放军有一次进入缅甸北部作战的经历 目标倒不是去侵略缅甸 而是 针对残留在缅甸的中华民国军队 这件事情是得到了缅甸政府的同意 是双方开展的联合军事行动 是以勘测边境为名 派兵进入缅甸的 秘密进行 所以在后来中共的正式文件当中 你很少看到这件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事发生以后 多年缅甸政府都是不爽的 中共也肯定是违背了自己 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因为缅北的华人人口密度本来就大 那中共的军事人员一去 当地华人一看 那更加增强了要心向祖国的这个想法 就更加和缅甸的中央政府疏离了嘛 所以这个事情它只要一发生 缅甸政府就不会爽 而且 这么多年来 基本上 中共就是把缅北当成自己的另外一个特区 干涉就没有停过 直到最近以打击电炸为名 空投武器 扶持自己中意的军阀 基本上都走到了不干涉不行的这一步 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你看看宣言刚一签完 就一个不和平 针对印度 另一个不尊重主权完整 针对缅甸 你细思起来呢 也是一件 相当幽默的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其实它并不是硬性的条约约束 它只是一个很软的 很空泛的谈判原则 它所包含的思想 其实一不新 第二也谈不上任何创造 为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二战之前所流行的那个 互不侵犯条约的一个弱配版 那我们就搬着指头来算一算 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都签过哪些互不侵犯条约 首先是1932年的苏联和芬兰互不侵犯条约 结果1939年战争就爆发 苏芬战争又称之为冬季战争 条约被撕毁 1932年苏联和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条约被撕毁 德国进攻波兰的同时 苏联出兵波兰东部 两家合伙瓜分波兰 1934年的德国波兰互不侵犯条约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 条约称废纸 1935年的苏联法国互助条约 但在1940年被废弃 德国进攻法国的时候 苏联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还有1937年的中苏互助条约 但是在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以后 苏联就停止了对中华民国的援助 这个条约就被废纸了 还有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条约被撕毁 1941年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又被称之为苏日中立条约 但是在1945年8月份 条约还在有效期内呢 它就被撕毁 苏联出兵满洲 所以我们掰着指头算一下 这些签订过的互不侵犯条约 都是和平共处 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 就没有一个善终的 就没有一个得到完整旅行的 正应了那句话条约就是拿来撕毁的 那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就是在没有一个全球政府的情况下 国际社会本质啊 它仍然是个丛林社会 它仍然是一个缺少秩序的环境 你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些国家 它其实往往是 地理上非常接近的国家 其实他们才是 真正有爆发战争风险的国家 因此才会出于一段时间的特殊需要 承诺互不侵犯吗 比如苏德互不侵犯 那就是为了 希特勒避免两线作战 先安抚苏联这边搞出来的嘛 而这个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呢 也是斯大林为了 避免两线作战 东面和日本作战 西面和德国作战 所以先安抚日本 所以大家就一点不用觉得奇怪 这种暂时性的需要一过 这个互不侵犯条约就被扔进废纸楼了 它就变成必须侵犯条约 一定侵犯条约 只要签约的国家在国力上有落差 这一幕它就一定发生 于是二战之后痛定思痛 在重建国际秩序的时候 就创造出了集体安全机制 这么一个体制 比如北约 美日同盟 美非同盟 美澳同盟 小国是没有可能 依赖大国的那个所谓互不侵犯承诺的 就像马英九所说的 我们台湾要相信习主席的善意 那都是有病 小国要谋求安全怎么办呢 你得加入一个兄弟会 这个兄弟会的规则就是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对我们这个会里 一个最弱小兄弟的冒犯 都是对全体弟兄的冒犯 那全体弟兄都得抄家伙一起上 为欧暴揍那个挑衅者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它是一个弱配版的 互不侵犯条约 事实证明它是一个行不通的东西 强配版都黄了 何况弱配版呢 而集体安全机制呢 你听起来兄弟会像是一个黑道组织 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 有效 而且有生命力的组织 正是得益于集体安全机制 菲律宾和日本在军事力量很弱的情况下 二战之后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的和平 而顶着光环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仅仅维持了八年的时间 1954年印度和中共签了 两国总理联合声明 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仅过了八年1962年 两个国家就打得乌烟瘴气 所以呢 美好的口号和现实真相 往往是有巨大落差的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道理 那习近平要在今年的 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会是啥重要的内容呢 我提前猜测一下 无非就是要谈到俄乌战争嘛 也许还会谈到中非 中国和菲律宾的南海冲突 那免不了就要说到 美国支持乌克兰抗战 是破坏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美国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立场 也是破坏了和平共处嘛 我预先推测一下 他可能要这么讲 由于制裁俄罗斯 让中资银行 中招受到二级制裁的风险也很大 所以这让习总相当的不淡定 所以在他的眼光看来 就相当不和平共处了 中非冲突也是一个正在升温的热点 有可能会比台海冲突 别的地方的冲突先爆发 美国国务卿坎贝尔 在近期的一个活动上曾经说 对中国对话者 美国提出了重大抗议 那国务院官员发表这番讲话呢 看起来应该是美国通过官方渠道 正式召汇了抗议 但是双方都没有公开 那这里所指的导致美国发出抗议的事情呢 就是中共以美激礁为基地 围困菲律宾所驻守的仁爱礁 菲律宾那边叫做阿云金浅滩 非方要给仁爱礁上的驻军补给 中方阻挠 所以就有可能擦枪走火 引发更大的战户 那坎贝尔说美方已经为美军借助南海冲突 划出了一条红线 那这条红线是什么呢 就是一旦有非军士兵 在冲突当中身亡的话 就会触发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我推测早在今年4月份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问美国 美日非三国首脑峰会的时候 就把这条底线商量好了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它的启动条件是 在太平洋海域 对美国菲律宾任何一方的领土展开攻击 或者是美非在太平洋的舰队飞机船舶受到攻击 都会被视为侵略行动 那请问美国会采取怎样的干预行动呢 我的猜测是美国可能会派遣军舰 为菲律宾的补给船护航 隔开中方的海警船 那这个行动的严重之处在于 一旦美国军舰受到攻击 那意义就不一样了 就会触发美非军事同盟 不仅会触发美非同盟 还会触发美日同盟 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讲啊 就面临相当大的一个压力 他就得要认真考虑一下 是不是还要冒险 再走出一步 去试探一下美军会不会动真格的 由这个仁爱交冲突 促使美日非这几个国家更加紧密的结合 这是一个小北约的雏形 我们之前讲过 它是集体安全机制 在亚太地区的一种体现 所以就和中共提倡的那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面杠上了 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是独立自主 不拉帮结伙 所以呢 这是在今年的纪念大会上 习近平要发表所谓重要讲话的 真实驱动力 去和美国干 在中共的讲话里面呢 像北约美日同盟 这一类集体安全机制呢 是称之为霸权的 说他们是破坏和平的 因为在兄弟会里面 你想要挑 柿子最软的那个捏啊 拿最弱小的那个人开刀就不太行得通了 它有整个兄弟会的保护 习近平所说的和平呢 是小国丧权辱国 是向他认从服软之后的那个和平 那一旦小国有了兄弟会做靠山硬起来了 他不怂了 那对习近平来讲 不就是没办法达成和平了吗 中共对东南亚特别是南海周边国家的态度 从来都是一对一的谈判 它不欢迎集体谈判 所以它在东南亚社群当中 去推那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卖力的 关键就在于一对一的谈判 强弱态势 太过明显 中共那边太强 它可以很容易逼对方认怂退步 而集体谈判呢 是对手们把力量集合在一起 就变得强大了 和它之间的落差就小了 对中共来讲就不那么有利 所以呢中共所谈的那个和平的本质 大家听出来没有啊 其实就是和它所要求国内的那个稳定 是一个意思 是它达成目的 达成欲望之后的和平 不是当前的弱小者 在维持自己当前权益 这个基础上的和平 而在国内讲稳定呢 就是你把一切交给党 把命都交给党 这个很顺服的当韭菜以后的稳定 不是你 维持权益不可侵犯 这个条件下的稳定 那不管怎么说吧 既然外交部提前宣布了 习近平要发表重要讲话 它肯定又要指明方向 那我们就还是到时候听一听 是它要在美国最新的压力之下 继续发扬斗争精神正面硬杠呢 还是说要释放妥协的信号 南海开疆也要烂尾呢 到时候咱们来看吧 那今天的时事话题 咱们就先聊到这 明天是星期四 在咱们的会员网站 文昭.ca 上也有更新 我想来聊一下 最近正在中国兴起的 紧税合成作战中心 继年初的国安管经济之后 这个紧税合成作战中心 代表着公安开始接管财政了 查税倒查30年 这是当前中国的热词 所以现在中共政府是借了孙子辈的债 就是50年的超长期国债 又争了爷爷辈的税 倒查30年 这种跨时空的荒诞正在发生着 现在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种 无理性的榨取模式 请大家注意这个词 紧税合成作战中心 这都是作战了 那事实上就承认了 目前中国正在发生内战嘛 请大家一定要在这些方面提高敏感度 也就是说当局现在是把 他不满意的纳税人 当成敌人对待了 这是政治环境的一大变化 都进入内战状态了 还不是大变化吗 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导致经济闪崩 那最起码也会导致 警察的扩权 那会对所有人的生活 产生很严重的冲击 大家知道文革它本质上 就是一连串混乱的内战 在文革当中 人们的际遇变化是瞬间完成的 为什么能够瞬间完成 就是只要把你扣上 接紧敌人的帽子 你是敌人嘛 就按照战争状态处理了 你就不可能得到 体制内的任何救济 这是很多 当时的人们没有的警觉性 所以他们没有料到 自己的际遇会变化的这么快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再提醒大家对于 警税合成作战中心这种提法 一定要保持敏感的原因 这种东西的成立 最保守的说也会让中国人的反频速度大大提速 快到超出很多人的预料 那这个话题呢 咱们详细的明天在会员网站 文昭.ca上来聊 不见不散 至于在文昭谈古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就是星期五了 谢谢各位